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来看下一条 朝鲜当地时间27号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举行阅兵式 庆祝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朝鲜党政军领导人出席 阅兵式于上午10时开始 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崔龙海在致辞时表示 朝鲜将经济文化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 因此 和平的环境非常重要 全体人民军官兵和人民要加强国家防卫力量 参加当天阅兵的朝鲜人民军部队共有一万多军人 骑兵方阵 老战士方阵 步兵方阵和机计划方阵 第一次通过主席台接受检阅 阅兵式结束后 平壤市民还举行了花车游行 连日来 朝鲜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大型团体操和艺术表演阿里郎正在平壤五一体育场上演 朝鲜当地时间27号举行了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开馆仪式 正在朝鲜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代表团应邀出席活动 利比亚全国多个城市当地时间27号举行反暴力游行示威 要求政府采取措施 将犯罪分子省之以法 当地时间27号凌晨 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海兰德斯区 发生两起火箭袋袭击与小规模武装冲突 此前一天 著名律师 政治活动家米斯玛里 一名空军上校和一名高级警官 在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遭暗杀 27号凌晨 首都迪利波里千余名民众聚集在市中心的烈士广场 抗议政府对暴力暗杀事件不作为 要求政府全力抓捕凶手 班加西民众在游行中谴责暗杀事件 抗议日益混乱的安全局势 立东部城市图卜鲁格示威民众呼吁在新宪法出台前 关闭境内所有的政党总部禁止政党在利比亚活动 利比亚临时政府总理扎一丹27号发表电视讲话说 政府正在积极调查班加西暗杀事件 呼吁利比亚民众保持克制与冷静 不要参与游行 当地时间7月27号凌晨 在开罗纳萨尔城附近发生了墨尔西支持者与警察之间的冲突 造成约百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据埃及中东社报道 纳塞尔城发生的冲突导致至少75人死亡 而穆斯林兄弟会官方网站公布的数字显示 纳塞尔城的冲突至少造成120人死亡 超过4500人受伤 大多数人死于枪伤 26号深夜 埃及内政部长伊普拉辛在接受当地一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称 开罗纳塞尔城阿达维耶清真寺附近的居民 投诉墨尔西支持者持续20多天的静坐 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这些示威者将被迅速而合法的清场 当天早些时候 埃及临时总统曼苏尔也呼吁示威者结束静坐 最后大批示威者从阿达维耶清真寺步行至附近 纳塞尔街的无名士兵纪念碑附近 准备搭建帐篷过夜 遭到警方阻拦 记者在现场看到 警方从27号凌晨2点开始清场行动 向无名士兵纪念碑附近的示威者射击 示威者则以石块还击 无名士兵纪念碑所在地 是埃及前总统萨达特遇刺的地方 被认为是军事设施 自墨尔西被解除总统职务以来 埃及暴力冲突逐渐升级 墨尔西和慕兄会的支持者 在全国多座城市发起大规模游行 并与警察 军队或墨尔西的反对者发生冲突 同时 新奈极端势力 对检察站和警察局的袭击 以及军队对该极端势力的清剿行动 也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埃及法院当地时间26号下令 拘留被军方解除总统职务的墨尔西15天 以便对其进行涉嫌间谍罪 越狱等多项指控的调查 埃及官方通讯社中东社26号报道 墨尔西被控涉嫌为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充当间谍 袭击警方 以及在2011年埃及证据动荡期间越狱 并销毁监狱档案资料等 针对法院的拘留令 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发言人吉哈德哈达德 当天表示谴责 称这些指控是异想 另一名穆兄会领导人说 墨尔西受到的指控是荒谬的 拘留墨尔西的决定是穆巴拉克政权 卷土重来的标志 26号清晨 大批墨尔西支持者继续在开罗纳塞尔城等地 静坐抗议 而大批反对墨尔西支持军方的民众 也逐渐向解放广场总统府等地聚集 为防止当天的游行示威 引发暴力冲突 埃及军方和警方都在重要和敏感地点 加大部署严阵以待 埃及军方7月3号 以墨尔西未能解决国家当前面临的危机为由 解除其总统职务 随后墨尔西被送往一个秘密地点 埃及前外长阿姆鲁10号表示 墨尔西身处安全处所并受到良好对待 但墨尔西家人则谴责军方绑架墨尔西 并表示将对军方采取法律行动 近期美国 欧盟和联合国等方面 都呼吁释放墨尔西 自墨尔西被解除职务以来 埃及暴力冲突逐渐升级 墨尔西和慕兄会的支持者 在全国多个城市发起大规模游行 并与警察 军队或墨尔西的反对者发生冲突 同时 西奈极端势力 对检察站和警察局的袭击 以及军队对该极端势力的倾角行动 也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截至目前 各类冲突已造成100多人丧生 数千人受伤 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马里总统选举 第一轮投票将会于本月的28号举行 目前的选民证发放工作 已经接近了尾声 首都巴马科市市民 正在抓紧时间 领取自己的选民证 新华社记者当地事件26号一早 在巴马科第五区的一个选民证发放点看到 不少尚未领取选民证的市民 来到这里查看信息 领取选民证 选民马马度一大早就来到了选民证发放点 领到选民证后展示给记者看 当记者问他选票投给谁时 他毫不犹豫地说支持伊普拉辛凯塔 当记者问他对未来的马里总统有什么期待时 他希望伊普拉辛凯塔能够实现 在竞选宣传中的承诺 选民证从6月29号开始发放至7月27号结束 马里政府近日为节假日 以方便为领取选民证的市民领取其选民证 本来说我们在讨历取选民证的市民 根据马里过渡政府领土管理地方分权和领土整治部近日公布的数字 马里境内外共有688万选民将参加投票 马里共设有25000个投票站 投票将于28号上午8时开始至下午18时结束 锣鼓和音乐不绝于耳狂欢的舞蹈热情似火 近两天的马里人走上了街头 骑着摩托车挥舞着他们支持总统候选人的海报 让平日里宁静的巴马科沸腾了起来 此次总统选举共有27名候选人 其中包括4名马里前总理和多名重量级人物 马里大选候选人选战活动于27号凌晨落下了帷幕 不少候选人抓紧选前最后的时间举行集会活动 为总统选举造势拉票 当年时间26号下午 马里联盟党总统选举候选人伊普拉辛凯塔 在位于巴马科市中心的马里方肩碑前展开大选前最后的造势拉票活动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 上千名穿着印有凯塔头像T恤衫的支持者 汇集在此 为凯塔呐喊驻威 凯塔在现场演讲讲 如当选为总统 我将为我们的军队和国防创造一切合适的条件 我不会忽视我们国家北方安全问题 他说 我将为马里群体人民幸福做出努力 尤其是为妇女和儿童 当年时间25号下午 马里共和民主联盟党总统候选人苏迈拉西赛 在巴马科市中心的一处广场展开选前最后一场选战活动 当天 近千名西赛的支持者来到广场上 在歌在舞 表达对他们心目中未来总统的支持 苏迈拉西赛在演讲中说 马里的发展 年轻人和妇女的生活条件 是我们建设全新马里战略政策的中心 正是这个原因 我们要与年轻人团结起来克服困难 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教育水平 和妇女团结起来 反对歧视 要激发妇女的智慧和应有的责任 Maliens和Maliens 为了帮助我们的公司 为了生命和真正的选择 为了生命和真正的选择 为了绝对我们的希望 为了永久的一个直播 和国家的一样 为了永久的一样 为了永久的一样 前总理苏玛纳萨科 在马里文化中心举行选战活动 不少萨科的支持者 提前来到文化中心的剧场内 举起候选人的海报 跳起欢快的舞蹈 准备欢迎萨科的到来 马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将于本月28号举行 如没有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 获得绝对多数选票 将于8月11号举行第二轮选举 据了解 此次选举预算约为600亿西非法郎 约合1.2亿美元 马里去年3月21号发生军事政变 前总统杜尔政权被终结 原马里国民议会主席特拉奥雷 于去年4月12号宣誓就任临时总统 今年1月10号 马里政府军与北部极端势力武装 在位于巴马克东北约600公里的 科纳镇发生激烈交火 巴马克安全受到威胁 马里过渡政府随即 向法国和联合国请求援助 法国总统奥朗德11号宣布出兵马里 向马里政府军提供支持 随后 非洲多个国家也派出部队 对马里军事行动寄与支持 7月1号 由非洲主导的驻马里国际支持特派团 向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 正式交接 标志着联合国在马里开展的 维和行动正式启动 他们将主要负责马里总统选举和北部安全 正在朝鲜访问并出席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 纪念活动的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 当地时间26号 在平壤参业友谊塔 并前往汇仓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平掉烈士 友谊塔存放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名录 汇仓烈士陵园安葬者包括毛岸英烈士在内的众多志愿军烈士 李元朝在两地进现花圈 向志愿军烈士默哀 他说 六十多年前 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 保家卫国 捍卫了和平 维护了正义 中国党 政府和人民 永远名气在战争中献出保卫生命的中华儿女 永远名气他们为保卫祖国 保卫和平做出的牺牲 李元朝说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我们纪念朝鲜战争停战六十周年 旨在面向未来 更好的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谋求地区繁荣发展 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金正恩进现了花圈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杨亨谢 等朝鲜党政军领导人和当地群众共同出席上述活动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6号在新加坡访问时说 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我们来看报道 安倍当天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主办的讲座上说 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日本有很多企业在中国投资 获益良多 这也为中国创造了就业 两国早已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作为邻国 日中关系难免有挑战 安倍同时表示 他将日本与东南亚的合作 视为推动日本国内经济改革的重要外部因素 当天 安倍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行了会晤 他还与正在新加坡访问的美国副总统拜登 举行了闭门双边会谈 在结束对马来西亚的访问后 安倍26号上午抵达新加坡开始访问 此后他还将访问菲律宾 当地时间26号 日本防卫省出台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报告 称将加强应对朝鲜弹道导弹威胁的能力 同时让自卫队在离岛防卫方面具备水陆两栖能力 日本防卫省研究委员会 当天向防卫大臣小野斯五点提交了中期报告 报告宣称 亚太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 中国正在迅速推进军事力量现代化 迅速扩大海洋活动 同时朝鲜弹道导弹开发进入一个新阶段 进行核武器开发是重大威胁 报告强调日美安保体制是日本安全保障的结实 在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的情况下 深化日美同盟对日本来说比以往更加重要 日本将推进日美联合训练警戒监视和基地设施共同使用 加强日澳日韩双边合作和日美韩三边合作 推进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对话和交流 报告说 在朝鲜弹道导弹能力提高的情况下 有必要考虑加强遏制力和应对能力 加强综合应对能力 在与日本领海和领空较远地区情报收集点 现有装备的能力不充分 将考虑引进有利于加强警戒和监视的高空无人侦察机 在应对岛屿受到攻击方面 确保航空和海上优势不可缺少 确保自卫队的机动部署能力和水陆两栖能力很重要 同时考虑提高反潜能力和反舰导弹能力 今年1月20号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叔将修改线型防卫计划大纲 加强日本的防卫力量 5月30号 执政的自民党确定新防卫计划大纲建议 主张建设坚韧的机动防卫力量 以取代目前的机动防卫力量 此后 自民党向安倍晋三提交这份建议 为日本政府制定新防卫计划大纲提供参考 据报道 日本政府将根据这份中期报告加快修改工作 争取让内阁会议在12月决定新防卫计划大纲 日本媒体分析安倍政府还正就允许自卫对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展开议论 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今后有可能做出重大调整 日本防卫计划大纲是日本长期防卫政策的基本方针 现行防卫计划大纲是2010年在前民主党执政期间制定的 强调重点加强对西南海域的防卫能力和警戒监视力度 改变过去基础防卫力构想 代之以激动防卫力构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地时间26号表示 由于薪资税减税结束和政府部门开支削减等财政逆风 美国经济在今年的增速将会从去年的2.2%放缓至1.7% 比上月公布的预测值调低了0.2个百分点 但是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楼市的复苏 美国的经济增长在明年将会提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当天公布的 美国年度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中指出 尽管美国政策制定者在年初避免了财政悬崖 但是薪资税减税结束和几乎设计 所有政府部门的开支削减计划 正在影响今年的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速为1.8% 在今年第二季度的增速可能会更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自从美联储5月份暗示将在今年晚些时候 缩减资产购买计划之后 美国金融市场的局面有所趋紧 但总体而言 美国货币政策仍然相当宽松 美联储表示 在经济增长势头巩固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仍将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这样的表态是合适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 美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 力度超过预期的财政整顿 比预期更早到来的美联储加息 疲弱的外部环境和严重的结构性实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四条款 明确了该组织对各成员国进行双边监督的职能 据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与成员国每年举行一次磋商 称为第四条款磋商 在结束磋商后 会发布第四条款磋商的结论声明 随后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撰写磋商报告 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讨论后 根据透明度政策鼓励发布第四条款磋商报告 虽然飓风桑迪对美国的侵袭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了 但是其对美国东部地区的影响犹存 因飓风而损坏的建筑及公共设施等仍在缓慢的修复中 美国长滩海滨步道的中心地段近日在休整之后 重新向公众开放了 长岛东部的长滩是当时受三滴飓风影响颇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这一条耗资4400万美元正在修建的木板步道 预计将于今年11月份中旬完工 而如今木板步道中心地段重新对外开放 对于周围社区的人们来说是一件颇具意义的事情 距离纽约曼哈顿不远的长滩是一个拥有约33000人口的小镇 飓风桑迪造成当地经济受挫 居民房屋受损严重 如今部分海滨小路已重修完毕并向公众开放 长滩市政机构委员斯科特曼德尔表示 这段步道的重建是长滩从飓风桑迪的重击中逐步复苏的重要里程碑 自今年4月以来重建的长滩海滨步道使用了巴西幼木和混凝土的弹性材料 旨在建立更坚固更安全的沙滩战道以对抗未来的飓风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维杰夫不仅是工作中的好伙伴更是生活中的好朋友 那么日前呢他们一起在休假中钓鱼拍照各得其乐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6号说呢 普京近日在西伯利亚的图瓦地区休假时钓到了一条重约21公斤的狗鱼 我们来看报道 佩斯科夫说普京上一个休息日是同俄总理梅德维杰夫 以及国防部长邵伊古一同在图瓦地区沃尔滨河畔度国的 在钓鱼时普京钓上来一条重约21公斤的狗鱼 根据俄新社的视频 这条鱼长约70厘米 普京花费了近半个小时才将这条大鱼拖拽到船上 就连陪同的猎人也惊叹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鱼 称一般的狗鱼不过几公斤重 面对着战利品普京喜笑颜开 还按照他的传统亲了亲鱼 当被问及如何处理这条鱼时 佩斯科夫说他已经变成了美味的鱼牌 普京与梅德维杰夫随后还参观了萨阳书生生态保护区 并观察了雪豹和其他野外珍稀动物的行踪 休假过程中 坏摄影的梅德维杰夫照相机从未离手 一直记录着周围大自然的秀美风光 普京十分喜欢钓鱼打猎 2009年他就曾到图瓦共和国锤钓 在蓝天白云下大秀肌肉和运动技能 好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结许 由中国英协管乐协会和捷克管乐协会 捷克欧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举办的第二届布拉格国际青少年音乐集 当地时间26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办 本届音乐节主题为民族精神与心灵自由 中国波兰斯洛法克和捷克近800名少年参加了这一盛会 中国小乐手在音乐节上表现突出 获得多个金奖 第五届张北草原音乐节26号在河北中都草原开幕 本届音乐节的音乐作品涵盖摇滚 流行 电子 金属等多种音乐类型 国内外三十多支顶尖乐队齐聚音乐节现场 共同为乐迷献上无与伦比的音乐盛宴 张北草原音乐节已连续举办五年 致力于打造属于中外乐迷的全新音乐生活方式 本届音乐节为期三天 预计28号谢幕 纪念英国女王伊丽莎拜二世加冕60周年的大型展览 从当地世界27号起在白金汉宫向公众开放 1953年加冕仪式上女王以及皇室成员穿戴的礼服 长袍以及皇冠等都将被斩出 27号正值英国白金汉宫今年夏季开放日的首日 游客们不仅有机会在白金汉宫观摩皇室收藏的名贵绘画 和精美的红木家具等 还能在舞会厅欣赏到英女王60年前 出席加冕仪式时穿戴的一批礼服和首饰 走进展厅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这件 有6.5米长的白色长袍 195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拜二世 正是穿着这件礼服走进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开始其统治生涯 这件出自著名皇室服装设计师诺曼·哈特奈尔之首的经典之作 有18种不同类型的金线镶嵌其间 寓意和平繁荣 设计师诺曼当时构思这件加冕长袍的原稿 以及一些样装也将通过这个展览第一次与公众见面 另外游客还能看到其他皇室成员参加典礼时穿的礼服 爱丁堡公爵 女王母亲 玛格丽特王子 以及当时只有两岁大的安妮公主和四岁的查尔斯王子的礼服 都将和女王加冕的长袍一起被斩出 据悉 本次展览将从7月27号一直持续到9月29号 卓比林的首帐爱德华的剪刀手 提到这些估计很多电影片段正在您的脑海中播放 目前的全美最大的哈莱坞收藏品公司之一的历史的案拍卖行 正在对这些著名的电影道具以及收藏品进行拍卖 本次拍卖在当地世界27号至31号举行 5000余件物品将在这五天中进行拍卖 查理卓比林的首帐便是其中一件 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电影收藏品 我们站在 front of one of the holy grails of film history the cane used by Charlie Chaplin in modern times when he played the most famous character in film history the champ, the tramp Maurice Bessie wrote a biography on Charlie Chaplin and they became good friends and when he was writing the book Chaplin gave him this cane and you can see it published in the last page of the book Chaplin holding the cane you know this is 1971 and Chaplin made the comment when he gave it to him 另外鬼才导演蒂姆·波顿指导的多部影片中的道具也吸引了很多收藏家和爱好者目光 由约翰尼德普主演的《剪刀手爱德华》 《蝙蝠侠归来》和《紫梅定格》动画片《圣诞夜惊魂》 以及《僵尸新娘》等片中的很多道具都将在本次拍卖中参与竞拍 除了以上罗列的物品 本次拍卖还提供了许多其他著名的收藏品工人们竞拍 其中包括《玛丽莲梦露》的照片底片 电影《乱世佳人》中的油画 朱迪加兰在《绿野仙宗》中穿的裙子等 挪威奥斯陆市中小学暑期学校日前开课了 那么今年奥斯陆市全市共有1.3万多名中小学生 参加了暑期的学校课程的学习 其中中文体验班的报名人数达到了150多人 今年是奥斯陆市为中小学生开办暑期学校的第八个年头 而中文体验班自三年前开办以来 深受奥斯陆中小学生的欢迎 在为期五天的学习中 学生们不仅可以学唱中文流行歌曲 学习剪纸和茶道知识 还可以品茶 包馄饨 品尝中国菜等 学生们在亲身体验中国文化的过程中 进一步了解和学习相关的语言 以及表达方法 26号中国山西省运城市凤凰谷景区 举办首场大型激光秀边缘活动 且参的激光与欢舞的音乐喷泉交相辉映 让市民们在视觉与听节的盛宴中欢度消下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今次观看 别忘了解 这就没取得了解 我们下温客 我们下温客 这就好看 我们下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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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好看 我们下温客 我们下温客 在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